第22篇《賠罪和賠償》 《獨經》《利美記錄》1-7節 耶和華曉倫摩西穴 若有人犯罪乾犯耶和華 在鄰舍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行了鬼詐 或是搶奪人的財物 或是欺壓鄰舍 或是在檢了遺失的物上行了鬼詐 說荒喜 誓在這一次的事上犯了什麼罪 他記犯了罪 由了過犯就要歸還他所搶奪的 或是因欺壓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為失他所檢的物 或是他因什麼物起了假誓 就要如數歸還 另外加上五 分之一 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還本主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價 把屬牽制生 就是羊群中一隻母 有殘疾的公棉羊 牽到耶和華面前 給祭為屬牽制 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 為他贖罪 他無論行了什麼 是 使他有了罪 都必蒙赦免 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六節 所以你在祭壇 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跟弟兄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你同 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 就趕緊與他和式 恐怕他把 你送給審判官 審判官交付牙役 你就下在鑑履了 我實在告訴你 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 從那裡出來 一無虧的良心 我們信主之後 必須有一個賠罪的習慣 必須有一個賠償的習慣 我們如果得罪了什麼人 或者規欠了什麼人 我們應當學習賠罪或賠償 我們一面要在神面前認罪 一面要在人面前賠罪和賠償 如果在神面前不認罪 在人面前沒有賠罪和賠償 這一 個人的良心 就很容易在神面前變成光額 良心一 變成光額 就會有一個基本的困難發生 那就是神 的光很不容易在他身上照亮 人必須有這一種賠罪和賠償的習慣 才能保守他在神面前有一個敏仰的良心 有一位為主作弓的弟兄 常常喜歡問人一句話 你最近一次的向人賠罪 是在什麼時候 人最近一次的向人賠罪 如果是隔了許多年 那麼這個人的良心必定有了問題 因為人得罪人事常有的事 如 如果人得罪了人而沒有什麼感覺 這就證明這一個人的良心有病 不夠正常 所以 只要看你最近一次 向人賠罪離開現在時間的長短 就能知道你與神中 間有沒有出事情 隔開的時間長 就證明在靈裏面 缺了光隔開的時間短 在最近還向人賠過罪的 這就證明良心的感覺相當文揚 我們要活在神的光中 就需要有一個能感覺的良心 要我們的良心有 感覺 我們就得在神面前 繼續的在那裏定罪為罪 我們要向神認罪 我們也要向人賠罪或賠償 如果只得罪神而與人無關的 那就不需要向人去賠罪 我們不願意有人作過度的事 任何的弟兄姊妹 如果他所犯的罪 只得罪神而與人無關的 那就 只需要向神認罪 絕不需要向人認罪 這一個原則 要請弟兄姊妹注意 什麼種的罪是得罪人的罪呢 得罪了人 規欠了人 應當如何賠罪 如何賠償呢 我們要清楚知道者 說是就要好好的來看這女所引的兩述聖經 以利未記第六章的屬憲制 屬憲制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利未記第五章所記的 另一方面是利未記第六章所記的 第五章是告訴我們 對於那些零零碎碎的罪 應該在神面前認罪 也應該獻上祭去求謝面 第六章是告訴我們 如果在物質上得罪了人 光是在神面前獻祭 還不救 還 應該向著所得罪的人去賠償 我們從利未記第六章 的屬憲制裏面可以看見 我們如果在物質上得罪了 人 就應該向著人去對付 當然也須要到神面前去 認罪 去求謝面 但是光在神面前對付 而不到人面前去對付 那是不行的 我們絕不能求神代替被我 我們所得罪的人來赦免我們的罪 在人借邊 我們應當怎樣對付呢 我們要把利未記 第六章的屬憲制來看一下 一幾樣虧欠人的罪 你未記六章二至七節 若有人犯罪 干犯爺和華 所有的罪 都是干犯爺和華的 在輪寫 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 行了鬼詐 或是搶 奪人的財物 或是欺壓輪寫 或是在檢了遺失的物 上行了鬼詐 說謊起誓 在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麽罪 他即犯了罪 有了過犯 就要歸還他所搶奪的 或是因欺壓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為 失他所檢的物 或是他因什麽物 起了假誓 就要如 數歸還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再查出有罪的日子 要交還本主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價 把屬牽制生 就是羊群中一 只沒有殘疾的公面養 牽到耶和華面 前級祭司為屬牽制 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為他屬罪 他無論行 了甚是他有了罪 都必蒙赦面 所以人在物質上得罪了誰 規欠了誰 他要對人作清楚了 才能蒙赦面 如果他對人沒有作清楚 就不能蒙赦面 這屢隧道六樣規欠人的罪 第一 載輪舍交付他的物相 行了鬼詐 別人把東 誓他保管 他故意把好的 有價值的 他所喜歡的留下 把不好的換給人 這事有鬼詐在裏面 這 在神面前示犯了罪 我們對於人所交的東西 不 只不應該行鬼詐 並且應該忠心保管 神的言慮要常常注意 別人寄放的東西要好好的 保管 如果你沒有力量替他保管 寧可不給他寄放 既然給他寄放了 就當盡力保管 如果因為你的不忠心而出了事情 這也是虧欠人的 第二 在交易上行了鬼詐 或者越在買賣上行了鬼詐 在交易上在買賣上行了鬼詐 殺了方 用不正當的方法去盈利 把不該得的東西變成自己所有的 這在神面前示犯了罪 應該嚴格的對付 第三 搶奪人的財物 雖然這一個也許在弟兄中間 不會發生 但是這說非遂不可 沒有一個人可以用 搶奪的方法去得住任何的東西 如果有人藉著地位 權勢去得住東西 叫任何別人的東西變作他自己所有的 這視罪 第四 希壓輪赦 用任何的地位 用任何的勢力 希壓別人 叫自己想算的 這都視罪 從神的眼光 來看 神的兒女不可作這樣的事 這一種的行為 是非對付不可的 第五 載檢了為失的物詐 行了鬼詐 這一點 錯 信的人特別要注意 在別人為失的物詐 有許多人 行了鬼詐 有 變作沒有 多 變作少 好 變作 壞 這都是鬼詐 有 吸你越到沒有了 多 吸來 越到少了 好 吸你越到壞了 這都是鬼詐 人家 遺失了東西 你在那裡人的便宜 你從中取來 從中得住好處 這視罪 基督徒不可以拾人的東西 就事實來了 還要替人保存 還要切法把噴送還給 人 絕不可把你所拾的東西 算作你自己的東西 拾東西是不可以的 利用其他方法去有別人的東西 勢更是不可以 無論用那一種不易的方法 把別人所有的變作自己的 都事錯的 一切自己尚算而 叫別人虧的事 信徒總是不應當作 第六 說謊起誓 印著任何物質的東西 說謊起誓的 都事罪 明明是知道的 卻說不知道 明明是搞 見的 卻說沒有漢見 明明是有的 卻說沒有 凡 是起假誓的 都事罪 在這一次的事上犯了什麼罪 這女都事止住在 物質上規欠人愈的 有一件基本的事 是神的兒女 應當一直學習的 就是 不要把別人的東西變作自己的東西 是別人的東西 就是別人的東西 不可把別人的東西變作自己的東西 凡在以上所遂的一切事 上行詭詐使別人虧的 都是犯罪 第兄姊妹 你如果在任何的東西上 有任何的不成 實在裏面 有任何叫你自己多得住 而叫別人虧的 有從這六樣不同的方法履得來的 你就事犯了 罪 你就得好好的去對付這些罪 而怎樣歸還 我們要學習在神面前保持公義的行為 和一個無虧的良心 在這裏 我們看見神的話是悅 他既犯 了罪 有了過犯 就要歸還他所搶奪的 這一個 幻智 是何等的緊要 屬牽制是兩方面的 一面在神面前試玩 另一面在人面前要玩 你千萬不要以為在神面前玩了 就夠 總得在 人面前玩了 才夠 不還 不夠 你未記第五 將的那一個屬牽制 是為著解決在物質上沒有叫人受虧損的罪 那當然不必還 但第六章所說的犯罪 是在物質上叫人受了虧的 那就非歸還不可 你光 是藉著制來還 不夠 你必須要還才夠 所以悅 他既犯了罪 有了過犯 就要歸還他所搶 奪的 所有犯罪得來的都必須歸還 歸於他所搶奪的 歸還他用欺壓所得住的 歸還人所交付他的 歸還人 為失被他所檢得的 或者歸還他因什麼物起了假誓而得的 這些都要歸還 應該怎樣歸還 就要如數歸還 另外加上五分 之一 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還本主 再者 女 有三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 要如索歸還 不還不行 小還也不行 沒有 一個人能夠以為 向人認罪就行了 那一件東西老時 擺在你家裡 就證明你不對 你非如索歸還不可 第二 神不只要我們如數歸 還神要我們還的時候 還要加上五分之一 為什麼要加上五分之一呢 原則是這樣 你總要還得充分 你拿了人家的錢 你拿了人家的東西 神總是要你 按著完全的代價 再加上五分之一去還人 神不願意的兒女 只作緊 緊救的時 要像印書一樣 總得左右上下有空白的 便向人賠罪 賠償 不要作得那摩 緊總要寬一 要充分才好 有的人在那裡認罪 不要越加上五分之一 甚至比 原來的五分一還差得得多 他在那裡認罪月 我 在這一件事情上是得罪了你 但在那一件事情上我 是不錯的 在那一件事情上 我沒有得罪你 是你得罪我 這是算賬 不是認罪 你如果要賠罪 不要謝摩緊 賠罪 多賠一點不要緊 寧可多賠 不要少賠 誰叫你犯罪呢 要賠人家東西 就要多賠一點 不 可以拿了人家的東西 又只還那摩一點 總得要充分才好 神的兒女作事 總得有神兒女的體統 連認罪也得 有神兒女的體統 像算像那樣的認罪 絕不是神兒女的認罪 神的兒女該痛痛快快的認自己的錯 再加上五分之一 沒有一個人在認罪的時候 可以根根 較量的 如果在那裡算我多少 你多少 那實在不 像基督徒作的事 我本來不生氣 就是因為你那 一句話 我生氣了 我承認我的錯 你也得承認你的錯 這完全是算賬 這不是賠罪 你既然是賠罪 就得 多賠一點 你在賠罪的事情上 要寬一點 不要得 折省的在那裡賠罪 寧可恨寬於的在那裡作這一件 是 我們賠罪 樂賠償的時後 加上五分之一 有一個好處 就是使你知道得罪人是拘本的事 下次不能再 作了 初信的弟兄姊妹要學習之道 得罪人是一時便宜 後來要虧本的 那的時後是五分之五 還的時後要五分之六 那的時後是肯便宜的 還的時後你不止要如數歸還 還要再加上五之一 第三 這一種的賠罪和歸還 應當愈快作愈好 這 旅說 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還本主 如 果你有力量 如果那一件東西還在 那麼再查出有罪的日子 就得歸還 這些事是很容易拖延的 但 是神的言女對於賠罪或賠償的事越拖 他那一個感 各就越不幸 什麼時候你得著光 什麼時候你就得作歸還 眾得宰當天就歸還 盼望弟兄姊妹重開 此作基督徒起就走正直的路 千萬不要一直作便宜的人 而不作公義的人 基督徒活在地上基本的 原則 總是不作便宜的人 一切的便宜 到時 不對的 要重起頭就不便宜 重起頭就作公義的 人 你這樣還了 還不救 你不要以為你得罪了人 向 人賠罪了 向人賠償了 就完了 要知道意事情還 沒有了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 把屬牽制生 就 是羊群中 一直沒有殘疾的公民樣 牽到耶和華面前 給制思為屬牽制 所以 你向人賠罪或賠償意 後 還得到神面前去求赦面 第五章 女的那一個屬 牽制 因為在物質上沒有規欠人 所以只要到神面 前去對付就夠了 但第六章時說對於人有規欠 所 已要在人面前付好了 才能到神面前求赦面 結果 怎樣呢 制思要在耶和華面前為他贖罪 他無論 行了什麼事 使他有了罪 都必蒙赦面 這一見 是是主所要的 凡在物質上規欠人的 都應該盡力 兩去歸還 然後靠住主的血 來到神面前求赦面 我們不要以為 這是狠前的事 我們一不小心 回 人的便宜 就規欠了人 我們要記得 這是神的兒 女一生一世都得注意的 在什麼東西上規欠了人 就應當歸還 並且要到神面前去求赦面 三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訓 現在 我們要看第二處聖經 就是馬太福音第五章 馬太福音第五章所說的 和你未記第六章所閱的不同 你未記第六章說的乃是完全在物質上的規欠 馬太福音第五章所說的 不完全是物質上的規欠 馬太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六節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 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就把禮物留在 彈前 先去和弟兄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 就趕緊與他和 悉恐怕他把你崇 給審判交付牙翼 你就下載鑑屢了 我實在告訴你 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這女所稅的一文錢 不是專在物質上的一文錢 這女的意思乃是指那一個規欠稅的主閱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 兄向你懷怨 這是特別說到 神的兒女之間的事 弟兄和弟兄之間的事 你到祭壇上獻禮物給神 你在那裡向神有所獻的 時候 你忽然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這一個想起 就是神給你的引導 許多時候 關於這一類的事 聖靈會將合適的思想 擺在你裏面 會將合適的記憶 擺在你裏面 當你在那裡記得的時候 當你在那裡想起的時候 你不要把那一個思想擺在旁邊 以為 這不過是思想而易 你應當一想起那一件事 就去 對付清楚 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那必定是因你有了規欠 你對弟兄有規欠 可能是物質方面 可能不是物質方面 也許是你得罪他 作了一件不易的事在他 身上 這女所注意的點 不是在物質 而是在你有 使人懷怨的事 初信弟兄姊妹該知道 你如果得罪了一個人 不許 認錯 不去求謝面 那只要他在神面前提起你的名字 嘆一口氣 你就了了 你所有獻上給神的 都不蒙月納 你所有獻上的討告 都不蒙誰聽 你前 萬要注意 不要讓有的弟兄姊妹 到神面前去為你嘆 息 因為他一嘆息 你在神面前就沒有路 如果你 遭一件事 是你錯了 是你不義 是你得罪了人 是你叫人受了傷 那時必他到神面前去控告你 只要他到神面前去遂一聲一一某人 只要他喊一一聲 就使你所獻上的都不蒙月納 只要他為你在神面前嘆一口氣就夠 千萬不要讓有的弟兄 有的姊妹 有理由 有地位 到神面去為你嘆一口 嘩 如果你有原因給他去嘆息 那你捉靈的路就斷了 你所有獻給神的禮物都沒有用 你到祭壇上去獻禮物的時候 如果想起有弟兄向你懷怨 對你有嘆息 倒不如不要獻 你要獻給神 是該的 但是要先去同弟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禮物是神所要的 但是總應當先去同人和好 不能同人和好的 就不能到神面前來獻禮物 所以 必須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後來 獻禮物 你看見這條老摩 你總得先去同弟兄和好 什麼叫作同弟兄和好 是你要除去弟兄對你的怒氣 或者是你去賠償 或者是你去賠罪 你總得作到他滿意為止 不是加上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問題 乃是和好的問題 和好的意思 就是滿足 他的要求 你總得作到他滿足為止 你得罪了他 你對他有虧欠 你使他心裡喜不平 你使他感覺你不易 你使他在神面前歎氣 那仔在 神面前觸靈的交通斷了 觸靈的路就斷了 也許 你還一點不覺得 你視活在黑暗裏 你還覺得你行 但是你所有獻在祭壇上的禮物 都不行 不要越你向 神要 就是你吸神都不行 不要越你能求神聽你 就是你要獻上去也不得上去 雖然什麼都擺在壇上 但是神什麼都不喜歡 所以 你到神的壇前來的 時候 你要先得住弟兄的滿意 沒有他有什麼要求 總要盡你力量所能作得到的 去滿足他 你應該學習 滿足神公義的要求 也滿足弟兄公義的要求 你這 有作到這一個地步 你才能把你的禮物獻上給神 這是相當嚴肅的 所以 我們不要輕易得罪人 特別是一個弟兄或者 一個姊妹 你不要輕易得罪他 你如果得罪他 你就自然而言樂在審判之下 很不容易恢復 主在者 女有一句話是肯注重的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 就趕緊與他和式 在者女有一個弟兄 你對 待他有不義的地方 他在神面前有不平 主在者女 用人的話對我們說他 好比告狀的一樣 他是告你的對頭 這一句話很好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 他還沒有去世 你也沒有去世 他在者女 你也在者女 他是在走路 你也是在走路 你要趕緊與他和好 因為很容易有一天 你不在者女 你不在路上了 或者他不在者女 他不在路上了 誰也不知道誰要先去 到那一個時候 你就太遲了 當他和你都還在路上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者女的時候 還有機會可以講得通的時 還有機會可以認 罪的時候 你要趕緊與他和好 救恩的門 不是永久開的 弟兄彼此認罪的門 也不是永久開的 許多的時候 有弟兄會懊悔 因為他連認罪機會都沒 有了 有一個已經不在路上了 所以 你如果對人有虧欠 總得趁機會 趁大家都在路上的時候 就趕緊與他和好 我們不知道他明天在不在 我們也不知道自己明天在不在 所以 與弟兄和好 要趁主都還在路上的時候 一有一個人不在路上 要對 負這件事就不成功了 我們要注意 這是何等嚴重的事 不能媽夫 不能 隨時 要趁著還有今天 趕緊與弟兄和好 不要遲 然 如果知道有弟兄在那裡埋怨 就要注意 如果 你有錯 你要盡力量去認 免得以後沒有和好的機 回 接下去 主形用人的話說 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 官 審判官交付牙翼 你就下在監裏了 我實在告 掃你 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關於這一文錢的還 在解經方面如何解釋 我 我們不去注意 我們只注意在實行方面 我們要看見 這一件事必須完全解決才能了結 若 不完全解決就不能了結 主在這裏 不是教訓我 我們將來怎樣受審判 也不是教訓我們 怎樣關在監裏 將來怎樣出來 這都不是主所注意的 主所注意的 乃是今天就得和好 今天就得把每一文錢都還 清 不要等到將來才去還 在路上的時候就得作 不要今又不作 盼望將來作 主就是要給我們看見 留到將來作是不常算的 是非常不常算的 神的言慮要認真學習這一件事 物質的東西要賠償 得罪人的地方要賠罪 上上賠償 上上賠罪 不要讓弟兄姊妹向我們埋怨 除非良心是那麼虔正 錯不在我們 若是我們有錯誤的地方 我們就得誠 認我們在行為上 不能有可指責的地方 不能總是認為別人錯 而自己是對的 你不管人在那裡陣 摩懷怨 而你越你是對的 那種不幸 事實行時認注意的幾點 第一 你得罪的範圍有多大 你認罪的範圍也有多大 要照著神的話去作 不要走極端的路 不要過 度 一過到 就要受撒旦的攻擊 如果得罪眾人 就要向眾人認罪 如果得罪個人 那就只需向個人認罪 得罪眾人 而只向個人認罪 那是不及 得罪 個人卻向眾人認罪 那是太過 所以得罪的範圍有多大 認罪的範圍也有多大 至於作見證 那是另外一件事 有時候 得罪的是個人 因為願意在帝 兄姊妹中作見證 所以講給弟兄姊妹聽 那是另外一件事 關於賠罪或認罪 都只要按住得罪的範圍 作 不要越過那一個範圍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第二 在認罪的時候 總要徹底 不能為了你自己 的情面獲利益 而有所隱藏 但是 有的時候 為了 對方的益處 別人的益處 你應該好好的尋求 這樣認罪才是最好 或者只向他承認 你有一件事得罪 了他 而不必向他說得太詳細 這些比較複雜的情 認 當你自己難以決斷的時候 最好與有經歷的弟 兄姊妹交通一下 請他們幫助你作得合適 第三 關於賠償的事 有時候 也許你的力量不及 但力量不及是一件事 全心要賠償有是一件事 有的人雖然沒有力量賠償 可是 願意賠償的表示 總得有 在沒有力量賠償的時候 可以先告訴他 我要賠償 但是今有我沒有力量這樣作 請你寬 容我 我 我一有力量的時候 我要立刻作 第四 按住《舊約聖經》的命令 如果應該接受你賠償的人已經去世了 如果他也沒有親屬可接受所賠償的 那就要把所賠償的 歸與服侍耶和華的祭司 問八 今天照著這一個原則 如果本人不在 就還給他的親屬 如果一個親屬都沒有 可以交給 教會 如果有人可以 還那就應該還給本人或有關 的人 不能因為便當而交給教會 這事不可以的 還有 如果有人要賠償 而對方的人已經去世了 好象是沒有賠償的機會了 那也可以照同樣的原則 對教會去承認這一件事 第五 認罪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不要受良心的控告 很可能一個人為著賠償的緣故 良心一直受控告 所以要一直看見主的血洗淨你的良心 主的死叫 你在神面前有無規的良心 主的死叫你能親近神 這總是事實 而另一方面 你總得看見 你在人面 前衛著要作一個潔淨的人 所以對於許多的罪都要對付 在物質上得罪人的也罷 在事情上得罪人的也罷 總是對付清楚 不過千萬不要讓撒旦給你過度的控告 第六 認罪和疾病得醫治也有關係 雅各書五章十六節 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認罪的結果是神醫治疾病 許多時候 在神的兒女中間有事情難了的時候 自然而然會產 生疾病 如果彼此認罪 病就除去 盼望弟兄姊妹對於賠罪和賠償 能徹底的作 一直保 守自己的清潔 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 一面要在神 面前認罪 一面要認真在人面前對付 這樣 良心 就能剛強起來 良心剛強了 才能在屬靈的路上有 進步 疑託聲初信造走 進步